一知道这个大话西游或者是紫霞仙子 每个人脑海中绝对都是朱英的扮相 虽说呢 仙子啊 好久没有新作品问世了 但是只要说这个朱英一出现啊 那还是仙气十足的 黑超遮面 一身黑衣 虽说遮得炎炎实实啥也看不见 但从这熟悉的笑容中还是轻易认出 这就是我们的紫霞仙子朱英嘛 早前就传闻朱英要追生二胎 今天这超级宽松的服饰打扮 难道真的是有喜了吗 不是说生了吗 好像不止了 生了三四胎都有一天了 呃 紫霞仙子啊 您这是要开启说学兜乐模是吗 好好说话行不行 那暂时来讲呢 我们一向都没有打算 呃 有生生命的 但是你知道生生命就不是你打算就有的嘛 都要随缘哦 虽说二胎缘分在什么随伤 但小编听起来也并没有觉得很失望 因为传闻最近全国重映的经典电影《大话戏游》要开拍终结片了 紫霞仙子的角色怎么能够换别人演嘛 紫霞 其实我 我相信你 今天我去拿月光宝盒 二斤在这儿见 其实有很多导演都在这儿商量着 我不是只有一个导演在这儿谈着一样东西的 那我想是 我不会排除和任何导演合作的机会 所以是未来里面我不能够排除任何的事的发生 哎呦呦 绝对的不否认就是默认嘛 虽说朱英同学这一再表示的是工作还在接洽中 但就在娱乐圈摸帕滚打多年的小编来看 朱英再演紫霞仙子的事肯定是妥妥的啦 娱乐星天地仙子要重出江湖了 综合报道